你有台灯吗 我这好暗啊 好一点 好嘞 大家好 大家好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 大家如果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的话 在这里回复一 嗯好的 好的 好的 老师的声音大小合适吗 老师的声音大小合适吗 好的 那老师现在看到教室里的同学比较少 那老师再等一分钟 可以吗 好的好的 那大家 好 这个英文同学 还有这个 这是怎么读啊 大家都是来自哪个国家呀 老师先了解一下大家啊 哦 来自印尼 印度尼西亚 对吗 哦 印尼 好的 大家都是来自印尼的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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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啊 我看到了 那老师呢 那老师呢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呃 大家注意听 老师的声音 呃 老师这个说话的速度可以吗 会不会很快 嗯 嗯 啊 可以 好的 好的 那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请大家有想介绍自己的同学 可以举手 这里可以举手和老师互动 互动 可以吗 嗯 好的 谢谢大家 那 大家好 我啊 我是黄老师 那 我是中文录的老师 我平时主要负责 啊 给大家教HSK的课程 还有我们今天的直播课 嗯 然后呃 老师 老师之前在泰国教汉语 那呃 呃 去年呢 去年老师呃 回到了中国 现在也在做一名老师的工作 也是咱中文录的老师 好的 关于老师 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想问老师什么问题 可以现在问 老师看到同学们开始多起来了啊 好多啊 然后呃 大家如果想举手 介绍自己的话 可以举手 对不对 和老师啊 交流一下 嗯 那老师之前带过 HSK五级 然后大家 现在是HSK 几级呢 好的 大家呃 应该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啊 大家可以举手 也可以在啊 四级 嗯 很棒了啊 这个 季同学 是不是啊 四级 好的 那 有同学想介绍一下自己吗 可以举手哦 你们 嗯 可以在右边找到消息框 按钮啊 这个也可以举手 你们应该有这个举手的按钮 可以举手和老师交流 还没有开始学习 那你的汉语怎么这么好呢 对不对 好的 那大家没有想自我介绍的话 老师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可以吗 嗯 好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课程题目叫 中国人婚恋问题之多少 那我们的英语翻译 大家也看到了 是 Love and marriage in China 大家可以 啊 那这个 老师就问一个问题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为什么穿着 红色的 啊 你好 徐海 他们为什么穿着红色的衣服啊 他们为什么穿着红色的衣服呢 啊 结婚 结婚 那这个恋是什么意思呢 结婚 啊 不是做婚礼 是举办婚礼 对不对 举办婚礼啊 那这个恋是什么 恋爱 恋爱 所以说我们本节课的题目叫 中国人的结婚恋爱的问题 大家知道多少呢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恋爱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嗯 恋爱的意思是什么 啊 恋爱 你看 这两个人 男生 女生 他们 是吗 在一起 那我们就说 啊 他们 谈恋爱了 对不对 那也可以说 啊 我 那他 这个男生可能说 哎 我 我谈恋爱了 好的 那大家 今年多大了呀 大家的年龄 是多少呢 嗯 啊 啊 那 我 我们可以说啊 如果说 你 喜欢 另外一个人 那 他也 喜欢你 那你们就 恋爱了 对不对 那 如果是 我的话 我可以说 哎 我谈恋爱了 我谈恋爱了 那这个词语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大家理解了吗 我谈恋爱了 哎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那 好的 老师紧接着来说一个下一个 那老师想问一下大家在你的国家几岁可以谈恋爱呢 大家可以打给老师啊 也可以举手来回答 嗯 在你的国家几岁可以谈恋爱啊 谁能告诉老师啊 老师看到 大家都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同学 那 可以告诉老师 在你的国家几岁可以谈恋爱吗 或者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大学生高中生对不对 大概16岁就可以啊 16岁可以 大部分是中学生 17 18就开始谈恋爱 啊 那什么是恋爱 就是把我的这个心 我这个心给你 对不对 给你啊 对不对 18岁啊 高中毕业 哎 和中国一样啊 也可以 中国也是呢 18岁 高中毕业 也差不多 可以谈恋爱了 对不对 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中国呢 啊 19岁 好的 这里说的是老师说啊 啊 在中国 18岁可以谈恋爱啊 18岁 大家会知道 为什么是18岁吗 为什么是18岁可以谈恋爱啊 啊 啊 老师看到有同学举手了啊 颜真同学 同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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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真 老师好 嗯 那你想和老师说什么呢 哦 我觉得 因为 嗯 18岁是 那个 legal legal 哦 legal legal是什么 汉语是法律 对不对 对 法律 就是 law的意思 对吗 嗯 嗯 哦 对 很好 那颜真 那你是来自于 印度尼西亚 对吗 对不起 什么老师 啊 我说了 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啊 我是印尼人 啊 印尼人 哦 你在印尼 呃 几岁可以谈恋爱 也是 18岁吗 嗯 嗯 对啊 是 也一样 但是 好吧 现在 现在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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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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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十 十五 十五岁 他们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哦 那十五岁谈恋爱了 可能 爸爸妈妈 可以吗 爸爸妈妈可能说 不可以 对不对 好的 好的 那和中国一样啊 中国一样 好的 谢谢颜真 好的 谢谢颜真 那大家说的都很对啊 大家说的对 是在中国 18岁呢 可以谈恋爱 因为在刚刚 颜真说 18岁在 啊 老师的猫 好可爱 大家有看到老师的猫了 是不是 他很胖 对不对 很胖啊 那在中国呢 呃 法律上 18岁 我们叫 我们叫成年人 对不对 成年人 成年人 你就可以有自己的 啊 身份证 大家知道身份证是什么意思呢 ID ID card 是不是 ID card 啊 在中国是18岁 你就是成年人 那刚刚 那你就会有一个成人礼 成人礼 成人礼 那你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你就可以谈恋爱了 在中国呢 18岁 我们一般都读大学了 读大学就可以谈恋爱了啊 读大学 对 像刚刚呃 有同学说 15 6岁的朋友 小朋友 他们中学生 高中生 是 为什么不可以谈恋爱啊 因为 对他们来说 学习很重要 对不对 嗯 可以啊 可以 这个 呃 季同学说 老师可以说18岁成熟了吗 可以啊 我们说18岁是一个成熟的人了 可以说18岁是一个成熟的人 18岁也是一个成熟的年纪 对不对 成熟的年纪了 好的 那看来中国和成年 对 那看来中国和这个印度尼西亚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那老师想问 啊 那和你恋爱的那个人叫什么 和你恋爱的那个人 和你手牵手的人叫做什么 对 对象 是不是 叫做恋爱对象 嗯 对象 所以说 所以说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哎 两个大象叫什么呢 也叫对象 是不是 对象 对象啊 所以呢 恋爱对象 那恋爱对象在哪里来呢 我们在哪里能遇到自己的恋爱对象啊 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 如果说你现在25岁了啊 森林 在森林里找大象吗 那不是啊 老师开玩笑的 老师说 象 如果单独我们说象的话 是不是大象的意思啊 elephant 对不对 大象啊 大象 那对在汉语里是什么意思啊 大象 对就是一对 是不是啊 一对 就是一对是几个 一对是两个啊 刚刚老师说的这个意思是两个 对 两个大象就叫对象啊 所以说现在中国人开玩笑就说 哎 你有对象吗 你有对象吗 以后你们遇到中国人啊 如果说是朋友的话 你们也可以说 哎 你有对象了吗 对不对 你有恋爱对象了吗 是不是 开玩笑啊 因为我们说对象对象 是和你恋爱的人 对不对 恋爱对象 那如果我们不说对象 是说象的话是什么 一个字 这个字读象 那是象是什么象呢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字象是大象 对不对 那老师在开玩笑说 如果说对在汉语里是两个的意思 那对象 那对象就是两个大象 其实呢 老师是在开玩笑 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他是啊 他是恋爱对象和你在一起牵手的那个人 是不是 对啊 对 牵手的那个人 那如果说在 在中国啊 你没有恋爱对象 你没有恋爱对象 而且你的年纪很大了 怎么办 年纪很大了 就是我已经不是不是18岁了 对不对 那老师说 老师今年 对啊 那老师说 老师今年 大家可以猜一猜 老师今年多大了 大家可以猜一猜老师的年纪啊 哦 这个鸭蜜同学很厉害啊 对 这个鸭蜜同学说的对啊 老师今年25岁 25岁 有同学还说 老师23岁 26岁 差不多 差不多啊 老师今年25岁 老师没有20岁啊 老师已经25岁了 那老师如果说 哎 老师没有恋爱对象 那老师的爸爸妈妈 老师的朋友们 该什么 该说哎 老师你是圣男 对不对 你是圣啊 如果啊 对 是不是 啊 老师是中国人呢 老师不像了 老师是中国人啊 老师是中国人 老师是中国人 那 对 如果没 如果你的年纪很大 你又没有恋爱的对象 对不对 那 你的 呃 身边的人 你身边的人 可能就说 哎 你是圣男 圣是什么 圣这个汉字 是啊 剩下的 对不对 没有人要的 对不对 剩下的 没人要的 对不对 对 那就是圣男 对不对 圣男啊 那你就会被 剩下来了 那 女生呢 我们就说 哎 那如果你的年龄很大 年纪很大 年龄很大 只可以朋友之间开玩笑 你没有恋爱对象 你是啊 圣男啊 你没有恋爱对象 你是圣女 对不对 圣女 你年龄很大啊 开玩笑的说法 嗯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好的啊 好的 那老师接着 接着往下看 如果啊 我们年纪很大了 没有对象了 怎么办呀 爸爸妈妈很着急 对不对 爸爸妈妈想让我们有对象 因为自己可能会很孤独呀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中国人呢 会说 哎 假如说你的妈妈 有个好朋友 对不对 好朋友家 有个女儿 那你 你呢 那你是一个男生 那你 那你 你妈妈 和你妈妈的朋友说 哎 他们 要不让他们认识一下 做个朋友 怎么样 朋友介绍一下 朋友介绍的 认识一下 介绍 朋友介绍认识 这个呢 那你看 图片中的两个人 他们啊 第一次见面 很害羞 傻 是不是 很害羞 可以说 你好 你好 我叫什么 我叫什么 对不对 我今年25岁 我今年多少岁 我们就认识了 就成为了朋友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互相 哎 互相感觉 哎 都 还可以 都不错 我们可能就会成为 对象 对不对 彼此的对象 可能就会 谈恋爱 是不是 对不对 大家可以理解吗 这个 所以说 我们 中国人啊 管这种方式 叫做 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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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明白 明白 好的 没想到 大家的汉语水平 这么好啊 这么好 相亲 这是解释相亲的啊 解释相亲的 那 其实 你们觉得 中国的年轻人 喜欢相亲吗 或者说 你觉得相亲怎么样 你觉得相亲好吗 还是不好 大家可以举手啊 也可以和老师说说 你觉得相亲怎么样呢 没有相过 是不是 那你觉得相亲 好吗 还是你想吗 你想去相亲吗 有想 这个安妮同学说 有想 可以举手和老师说一下 为什么吗 为什么想去相亲呀 不喜欢 大家可以举手说一下 刚看到有同学举手 大家可以举手啊 大家可以举手啊 颜真同学 颜真同学 颜真同学好 对不起 我说我 呃 什么 我 呃 嗯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啊啊啊啊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想说吗 你想说一下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好的 没关系 没关系啊 好的 好的 谢谢 颜真 嗯 好的 哎 亚米同学问老师 现在中国还流行相亲吗 啊 亚米的汉语水平很棒啊 中国现在呃很多人是有相亲的啊 但是好像大家觉得相亲嗯怎么说呢 好像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们觉得相亲怎么样 如果是你你去吗 啊 刚刚这个同学说我不喜欢 安妮说有想过 啊 大家可以举手啊 老师指今天晚上只看到颜真举手了 对不对 因为呢 呃 相亲啊 这些词语大家认识吗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词语大家认识吗 这几个词语大家认识吗 嗯 对 因为相亲 我们两个人 男生和女生啊 原来不认识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了解彼此呢 就会问 哎 就会问 哎 你是什么学历啊 学历 你有没有车子啊 你有没有房啊 对不对 你啊 你有没有什么存款啊 就是钱 对不对 你有多少钱呀 那所以说 这种的话 可能 嗯 年轻人们不太喜欢 对不对 那不同的人 看法也不一样 是不是 你看啊 所以说 你看这两个人 是不是都不太愿意啊 那男生可能会觉得女生啊 你的身高啊 你的长相 你的性格啊 对我来说啊 很重要啊 或者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嗯 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但是啊 但是嗯 怎么说呢 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说 哎 没有朋友给我们介绍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 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 其他的方法来认识朋友 对不对 那叫什么呢 哎 这个叫什么 社交媒体 就是我们说的 Application 平时我们说的 Application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压米说 压米是 压米是华裔吗 感觉你的汉语很好啊 女方太现实了 感觉压米有点像华裔啊 这个汉语视频很棒 对啊 现在中国有很多的软件 软件 大家可以 老实打过去 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软件 就是我们的Application 对 他们可以 用来 用来找你喜欢的人 大家听说过 中国的 老师知道 好像 印度尼西亚也有 是不是 中国的探探 大家知道吗 嗯 听过是不是啊 知道的 是不是 因为这个软件呢 可以说 哎 我这个人 我喜欢 往左滑 往左滑 不喜欢 往右滑 对不对 大家都说知道呀 这个 虎冰冰 呃 随飞啊 安妮都知道的 对不对 好像印尼有这个软件 对不对 老师知道啊 他好 呃 他好像是中国的软件 是不是 那你们有用吗 呵呵 你们有用这个探探吗 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对不对 对啊 他是个小松鼠 是不是 小松鼠啊 对 你上面有很多 对 我更喜欢自己 可是 这个软件不太好 对吗 嗯 没听过 只需 没用过 只需听过 啊 对 没用 啊 对 我更喜欢自己 小松鼠 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这个 你也可以用这些软件 但是呢 刚刚安妮说 哎 不太好 可能会被骗 哦 所以说 你要非常的小心 careful 是不是啊 小心 你要小心 对 小心 看看他是真的 还是假的 他是真的 哎 我们想做朋友呢 还是说 哎 他想这个 呃 欺骗我们 对不对 欺骗啊 对 这个软件啊 大家呢 大家如果这个 有 有 有 可以用一下啊 老师知道好像在印尼有 是不是 嗯 印尼好像还有 大家用什么软件 听的 是吗 我听说有用听的 这个软件是不是大家也在用啊 哈哈哈 哈哈 飞飞说老师你的猫给我好可爱啊那我老师可以把他抱给你是不是他很胖对不对啊他非常的胖啊你看他现在在看着你们对不对啊这个听的啊好的这些这些这些也是啊除了我们可以让这个人来看着你们对不对啊啊这个听的啊好的这些这些也是啊除了我们可以让这个人来看着你啊 这个如果没有对象不要紧是不是啊不要紧啊不要紧那可以让这个朋友介绍啊爸爸妈妈介绍也可以呢啊我们用探探啊用我们的这个听的啊在上面啊找到自己喜欢的朋友是不是啊看看啊有没有可能成为对象呢是不是 然后呢下一个是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电视节目TV show大家可以理解吗电视节目啊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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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的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都很喜欢看 它是中国非常 非常的popular 非常流行 流行的一个 叫 你也有叫什么 老师也想去看一下 这个叫《非诚勿扰》 老师把拼音给打下来 你想上《非诚勿扰》干嘛 找对象吗 这个叫 另外一个叫 中国式相亲啊 中国式相亲 你看 去相亲 相亲 怎么了 那大家的年纪 应该都是20多岁吧 这么都没有对象 是不是 想去中国的《非诚勿扰》 可以啊 努力学汉语嘛 你的汉语过了HSK五级 那你可以和中国人 来交流沟通 就可以来中国找对象了 是不是 好的 那所以说 如果说 没有对象啊 不要紧 那我们可以在 这个 朋友介绍 对不对 也可以在这个 APP 软件里面找 那也可以上这些电视节目 对不对 TV show TV show 那如果说找到了那个 我真的很喜欢那只猫老师 他很可爱 他的名字叫 叫 启斯 他的名字 他的汉语名字叫启斯 我打给大家看啊 Cheese Cheese 是那个奶酪的意思 对不对 奶酪啊 Cheese 大家喜欢吃Cheese吗 这个意思 对不对 好的 老师给他吃什么呢 给他吃 猫粮啊 猫的粮食啊 老师给他吃猫粮啊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说 如果两个人 很喜欢 对不对 那他们就可以去 结婚了 去结婚了 对不对 结婚 结婚 那结婚就是marriage 是不是 那你看 他们中国的这个 他们是不是结婚了呀 他们 你看 有很多的 这个钱 是不是 那你看 这个 他们结婚了 要举办什么 婚礼 对不对 举办婚礼 举办婚礼 是不是 结婚了啊 然后呢 就要举办婚礼了 那你看 婚礼可以是 啊 啊 啊 严真说 老师 为什么结婚的时候 穿红红的 因为呢 中国人啊 喜欢红色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中国人非常喜欢红色 中国人非常喜欢红色 中国人不是啊 中国人不太喜欢白色和黑色啊 中国人 他们觉得红色是lucky 就是幸运啊 就是幸运的颜色啊 喜庆的颜色 对 中国人非常的喜欢红色 是不是 他们觉得红色啊 非常的幸运 非常的喜庆 对不对 但是呢 好像啊 好像在 呃 一些 老师知道在一些 呃 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 他们是白色 对不对 白色的 他们是这个样子 对吗 对啊 所以 现在越来越多的 中国的年轻人呢 他们也会选择 和西方人一样 对不对 和欧美国家的人一样 穿上白色的衣服 对不对 也很漂亮啊 也很漂亮 白色的 我们就叫什么 婚纱 是不是 是婚纱 白色的婚纱 他们会穿上 这个白色的婚纱呢 对不对 那中国 那这个字是什么字 大家认识吗 老师这里放了 哎 放了这个字 大家认识是什么字吗 大家认识是老师 圈出来这个字 是什么字 很棒 双喜 是不是啊 两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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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叫双喜 临门 对不对 结婚了啊 喜庆的事情都到了 我的门上来 我们中国人就会说 双喜临门 对不对 双喜 一个喜 两个喜 喜欢的喜 是不是啊 双喜临门啊 双喜临门好不好 双喜临门是很好的意思 是不是啊 很好的啊 很好的 那来 老师想问一下大家 在在中国呢 男生是到了22岁 可以结婚 女生呢 是20岁 就可以结婚了 那在印尼呢 这是在法律上啊 在法律上 law legal 是不是啊 legal啊 法律上 就可以结婚 就可以结婚了 那在 印尼是多大年纪呢 在印尼是 多少岁 可以 可以结婚了 这个年纪 哦 18岁就可以了 17岁 是法律上吗 可以问老师 老师结婚了吗 老师没有啊 老师没有结婚 老师没有结婚 男的19 女的16 那很年轻啊 现在改变了啊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啊 我们注意 好的啊 好的 现在 那中国是 中国是 男的要22岁 22岁 然后女生 女生这个要20岁 但是有些人年轻就14岁 那越南 越南啊 小燕是越南的同学 是吗 啊 这个 J J 是泰国 哎 老师会 老师会说泰语 我今年24 4岁还没结婚 老师也没有啊 老师都25岁了 25岁了 这个 泰国 啊 泰国19岁 老师 老师没有问过泰国人啊 老师在泰国 呃 泰国19岁 这啊 徐海是泰国的同学 是吗 和这个 JS 那看来中国还 啊 中国的 这个中国人结婚的年纪 还蛮大的啊 男生22岁 女生20岁啊 20 没关系啊 非非 没关系 我们 老师都25岁了 也没有结婚 对不对 来啊 那结婚了呢 如果说我们在法律上 是不是要有结婚 是吗 证 对不对 结婚证啊 结婚证 对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办啊 我们要去办理啊 法律上 我们要去办理结婚证 对不对 证明 向别人证明一下 哎 我们是结婚了 那我们就是什么 夫妻 wife husband 对不对 夫妻 这是他的英语 对不对 丈夫 和 妻子 啊 这是我们的英语中的wife 和husband 对不对 那没有结婚呢 我们说 哎 我们是对象 对不对 对象 但是结婚了 我们可能就说 哎 我们是丈夫和妻子 对不对 夫妻了 我们是夫妻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必须要有这个 结婚证 结婚证 那老师想问一下大家 在 呃 在印尼的话也是需要有结婚证的吧 对不对 这样在法律上 legal才可以 对吗 嗯 对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对 只不过中国的年龄可能要大一点 要男的要22岁 女的要20岁才可以啊 才可以去啊 结婚证 那结婚了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要什么 结婚后的生活 生活 你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困了 他们很什么 HSK五级有个词会叫什么 恩爱 恩爱 相互相爱 是叫恩爱 恩爱 恩爱 对很幸福 很恩爱 对不对 他们在一起啊 特别的幸福 是啊 老师是 老师是 老师是25岁啊 老师不像吗 对 结婚后的生活就很啊 很幸福 对不对 他们很恩爱 那结婚了 是不是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对不对 对 结婚后呢 要什么 生孩子了 生孩子了 对不对 你看图片中的这个啊 是妈妈生了一个什么宝宝 对不对 宝宝 小宝宝 小baby 小baby 对啊 对 这个 这个就可以生孩子了啊 结了婚之后 是不是啊 就可以生孩子 那生下了孩子之后呢 是不是 这个汉语叫什么 大家认识吗 我老师把他的拼音标出来了 是不是 叫养育 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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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英语应该是 right吧 养育啊 养育什么 养育孩子 是不是 养育孩子 对 养育 大家可以给老师造个句子吗 养育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图画里面 这个小朋友在 在做什么 大家可以举手啊 可以积极举手 老师只看到了 这个严真举手了啊 没有其他同学举手 对 孩子呢 坐在哪里呀 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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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的对 学爸爸的动作 那孩子呢 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然后在 在飞 是不是 他们 爸爸在教孩子 是不是 想起 想起爸爸去哪 节目 好厉害呀 你还知道 中国的爸爸去哪 是中国人吗 季同学 老师可以说 养育孩子长大吗 养育孩子长大 可以呀 但是这个句子 如果说 把孩子养育长大 是不是 把孩子养育长大 会更好啊 把孩子养育长大 把孩子养育成了人 成人 对不对 成人 这个意思 是不是 中国有一首歌叫做什么 父亲 大家知道吗 父亲 我们说是爸爸 是不是 也是父亲啊 老师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这首歌啊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听懂呢 好不好 老师帮给大家听一下啊 大家听过这首歌吗 这个大家知道有中国 大家喜欢听汉语歌吗 喜欢听汉语歌的话 也可以很帮助你们学英语 是不是 哦 是筷子兄弟 这个同学很厉害啊 他都知道啊 大家给听一下 听下的人 怎么没有 打听一下啊 真的很好听 还是要唱的吗 啊 哎 啊 啊 是啊,很好听,也很感人啊,看来大家知道是不是,父亲啊,那所以说呢,嗯,所以说你看啊,这里是爸爸,对不对,那这里是妈妈,那这里呢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组成了一个什么,sweet home,这是啊,汉语里面叫什么,叫家是不是啊,汉语里面叫家啊,家庭,对,嗯,英美问的问题很好啊,说养育孩子跟培养孩子有什么区别呢,老师,嗯,养育是什么,养育是,啊,我把你养, 养大,养大,那培养是什么,我要把你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养育侧重在什么,养,对不对,养啊,养和教育,养就是,啊,养育呢,就是培养和教育,那培养可能只是一个小的,是不是啊,要哭,不要哭啊, 养育,那我们可以说养育就等于什么,等于培养,和什么,教育,对不对,和教育啊,不要哭呀,对不对,培养和教育,所以说养育的范围更大一点,范围,是不是啊,包括的,包括了培养和教育,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是养育啊,养育,培养和教育啊,培养和教育,你看家啊,家,那家庭,刚刚大家说了啊,家庭,家庭,就是家庭的观念, 就是中国人呢,每个人呢,每个人如果有了自己的家庭,都会认为自己的家庭,什么,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有我的,嗯,妻子,有我的孩子,是不是啊, 所以说中国人呢,把家庭看得很重要 对,中国人把家庭看得很重要,那老师想问问,啊,啊,印尼人,啊,印度尼加的,啊,同学们,那印尼人对家庭的理解是什么呢,也是差不多的吧,和中国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对,是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个,是的啊,因为家里,家庭里面,家里面有你最爱的人,是不是啊,有你的爱人 对,所以家很重要,是不是啊,家啊,那大家知道,嗯,汉字,它以前像图画一样,对不对,像图片一样啊,汉字是不是以前很像图片,是不是啊,有人说汉字叫图画文字,是不是啊, 大家汉字写的怎么样啊,大家看来,打得很快啊,嗯,不知道大家的汉字写的怎么样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家这个字啊,它以前是怎么写的,好不好,你看,刚, 加图文,哦,大家都知道这是加图文,哎,很棒啊,大家很棒啊,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加这个字,它最早你看像个什么,像个棚子,对不对,棚子下面啊,有了这些,啊,好像是家具,是不是啊,好像是家具啊,六叔, 哇,大家,大家是HSK四级吗,六叔感觉像五级和六级的知识了,你看,后来的呢,加就开始变成了经文,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加图文,很棒啊,很棒,然后你看它慢慢的转变了,变成了一个啊,但是你看,加这个字,最后呢,它还是说,上面有人在保护着你,对不对,上面有人在保护着你, 然后呢,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哎,是我们小小的这个家,是个家庭,是不是啊,对啊,你看这个字,它后来变成了家啊,家字,那这个你看啊,你看他们,他们这是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可能是外公外婆,对不对,那爸爸妈妈和孩子很开心, 那老师想问一下,啊,印尼,印度尼西亚的同学,然后,能和老师聊一下你们国家的婚恋问题吗,你们国家是不是也有圣坛圣语,也要相亲吗,还是说,啊,最后,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家,然后要有孩子,是不是啊,这样才是一个家庭呢, 对,老师只看到这节课只有严真同学举了手啊,只有严真同学积极的举手了,是不是啊,那其他同学呢, 啊,不一定啊,是年轻人都要吗,还是不一定,中国好像年轻人都要有一个家,哎,哈哈,三本同学说不一定,那,能和老师说一下吗,可以积极举手啊,大家应该知道在哪里举手吧,那老师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 看大家,啊,打字都很,说得都很好,是不是,那可不可以举手呢,不一定吗,啊,老师不太了解,因为老师没有去过,啊,印度尼西亚啊,老师也想去那边玩,老师知道那里的,呃,巴里岛很出名,是不是啊, 好的,有谁愿意跟老师说一下吗,嗯,不知道怎么解释啊,那没关系,没关系啊,有的结婚后还住在长辈的家,哈哈,结婚后还住在长辈的家,就是没有自己的家,是不是啊,哈哈,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好的,老师了解了,好的,那这节课呢,我们,呃,我们说了很多的东西,是不是啊,我们说了,呃,这个,嗯,中国人的婚恋问题啊,我们又说到了这个恋爱,说到了几岁谈恋爱,啊,说到了恋爱的对象,那没有恋爱对象呢,我们要怎么办,是不是啊,相亲啊,啊,通过各种方式,最后结婚了,啊,可能要, 啊,啊,进结婚证,然后结婚后的生活,还要生孩子,是不是啊,那最后我们要把孩子养育长大,养育成人,那我们最后是一个家,是不是啊,是一个家啊,是一个家字, 所以说这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不是啊,家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都,呃,很爱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啊, 嗯,好的,是啊,对,啊,大家的这个,啊,希望呢,今天呢,实际过得很,很快啊,在中国年轻人结婚后,房子是父母买给了,啊,房子是父母买给孩子的吗? 呃,可以啊,如果父母很有,如果父母有钱,是不是啊,可以买给孩子,但是如果父母没有钱,那就孩子自己努力工作,是不是啊,自己努力工作啊,自己努力工作去赚钱,自己买房子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自己买房子也是可以的, 好的,那今天呢,啊,老师很开心和大家来聊中国人的婚恋问题,那,呃,希望下节课大家都认真的举手,大家如果对老师的课程有兴趣,可以来报名老师的HSK课程,如果想考HSK五级,六级,四级的话都可以,好不好,那今天的课,老师就上到这里了,谢谢, 大家来听老师的课,那我们下次再见啦,嗯,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的课很有意思啊,谢谢,谢谢这东西啊,再见,大家再见,嗯,好的,谢谢,再见,啊,再见,老师退出了啊,谢谢,谢谢大家,再见,嗯,谢谢,谢谢,啊,好的,老师退出了啊,谢谢,谢谢大家,再见,嗯,谢谢,谢谢,啊,好的,老师退出了啊,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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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